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想很多爸爸妈妈听到天才 我们脑子里面就会出现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数学天才 第二个是音乐天才 好像这世界上除了这两个天才之外 不会有别的天才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只读过这两个天才的故事 但这世界上天才我告诉你多的是 第二我想很多爸爸妈妈 脑子里面跳出来的声音是 那不是我小孩 我小孩不会是天才 而且我就是个平凡人 所以我也希望孩子平平凡凡快快乐乐 幸福过日子就好 那我这边我还是要说 这里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那我这边先对第一个误解 我先做一下详细的说明 第一是天才其实有分很多种 譬如说我们以前听过的故事 爱因斯坦或是莫扎特 他们那是单一 单一能力特制的天才 他在某一个能力里面 他就发展得非常出雷把锤 这样子的天才呢 比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有一句属于叫万中选 其实可能会比万还要少 可能是百万或千万 甚至是亿万分之 所以我们看整个历史 多少人出生又多少人死亡 才出一个爱因斯坦 才出一个莫扎特 才出一个贝多芬 我们就知道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呢 我们去想说 这种天才会刚好降临在我家 但是不可能的 你这样想你是说对的 但是你的孩子会不会是天才 我要告诉你 你的孩子绝对是一个天才 只是你知不知道他是哪部分天才 大部分的人天才 是一种组合式 组合式的天才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假设今天全球最强的理髮师 我故意讲一个对台湾来讲很冷门的职业 一个全球最强的理髮师 他可能需要有哪些天才 第一他的小肌肉一定要是非常灵活 所以一个小肌肉非常非常灵活的人 如果今天你让他去做石匠 他绝对就变白痴 他的手指头一定是非常非常灵活 如果他的小肌肉是优势组合里面的奇异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雕刻家庭里面 他小肌肉几乎等于像是不用用的 因为石匠讲求的是大肌肉 或是他从小是出生在一个 以赛跑传承的家族 那你是完全看不见他天哪 你只会觉得这小孩怎么怎么教 都表现得比别人太大 因为你给他的训练选项都没有碰到他的天哪 所以一个最强的理髮师 他可能第一要有小肌肉 第二他可能要喜欢人 第三他要有美感 而且他要喜欢时尚 他会有一些创造力 这一些能力组合起来 刚好符合这一个职业的最强项 他就是这个领域的天才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们所拥有的天本 都是这种组合式的天哪 是 每个人都是这种类型的 可以帮你去跟他 capital